9月21日,菲律宾国家安全顾委阿诺在接受采访时称 新船的细节不能透露 我可以确认的是,海岸警卫队已经向仙兵礁派出一艘新的船只 该船由于天气原因正在躲避,等待天气好转后 非海岸警卫队有能力将其护送至仙兵礁海域 在后续的采访中,阿诺还爆出了新船的主要目的 他表示,新船的细节尚未明确 不过这一次,菲律宾希望在仙兵礁建立永久性的存在 从阿诺的言论,我们能够看出三点关键内容 第一,菲律宾低调派出新船,还躲避了中方的监视 偷偷地抵进仙兵礁海域 第二,按照阿诺的说法,恐怕这一次菲律宾派出的新船会直接坐摊 第三,一场撞船冲突不可避免 目前,尚不确定菲律宾是在释放烟雾弹还是真的派出了新船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菲律宾在美国支持下 在南海与中国的持续对峙,持续挑衅,持续骚扰将会成为常态 的确好了伤疤忘了疼,那几条破船与中国撞击,没有占到便宜 经后续非没爆料,9701舰早已经在离开前三个星期前,断水断粮 平时喝的都是雨水和空调水 主食也只能依稀烤西粥,艰难度日 在撤退前的两天,9701舰已经大势已去 船员们已经挨饿两天,再不撤离就崩溃了 这次所谓的仙斌交持续对抗行动,自己是吃了大亏 中国海军海警强大的包围圈 要想突破我们层层拦截,非法补给,非法助流,非法强闯 菲律宾根本做不到 菲律宾现在对自己之前的迥态进行演示 所以现在又说要来重新来,还要再来 我估计再来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如果非方船只在仙斌交包括其他点位 要重新进行各种所谓挑衅行动 我估计它机会都没有 之前跑到西湖里还长期占据 这次连进入西湖的机会都不会给菲律宾留存 菲律宾此次非法滞留仙斌交 借口竟然是确保中国不会在仙斌交 填海造地 并污蔑中国 污染了仙斌交海域的生态环境 中国的回应堪称经典 针对菲律宾的指控 中国组织了四五个部门和科研单位的科学家 把仙斌交的地形沙洲 造交珊瑚 甚至鱼类都调查得清清楚楚 并发布仙斌交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 全面系统评估显示 我国仙斌交珊瑚礁生态系统总体健康 中国真的是有高人 以回应菲律宾指控为由 光明正大的把仙斌交的地形 造交珊瑚种类 沙洲面积 胶盘地质 细湖水纹 弄得清清楚楚 为持续开发仙斌交做好准备 可谓一举多得 如果能够全时段大纵深 全天后地对目标进行侦查和监视 那飞方小船还企图到之前的点位长期占据 这个我感觉可能性并不大 因为如果我们对飞方的意图能够清晰判断 通过各种侦查手段对它的动向进行了解 我们可以预先做一些准备 我想这次再撞船肯定不是在细湖内撞 而在细湖外撞 通过撞击行动阻止飞方任何企图 菲律宾在美国鼓动下多个点位 至少四五个点都在同时挑衅 历史上没有过 如果没有美国给五亿美元 给背后支持 怂恿 飞方做到这个状态 不可能 菲律宾国内对目前飞方挑衅行动 有很多非议 美国就打个嘴炮 给个五亿零钱 然后为这点小钱 菲律宾海岸警备队 包括其他点位多条线的冲突 让菲律宾有重大损失 榴莲 香蕉 没人要了 如果一味的南海搞冲突 搞对抗 那受伤的是菲律宾本身 菲律宾高层 你好好琢磨琢磨 你跟美国搞在一起 花钱买装备 花钱搞对抗 自己各种所谓的经济活动 受到严重影响 得不偿失 美国在背后的鼓动 我感觉是最核心 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称 你动根毫毛也不行 动海警卫队也不行 动什么人都不行 现在都动了 美国也没见什么动静 而且美国P8反潜机 在上面看了一圈 没有任何动作 美国搞的是代理人冲突 代理人战争 要想指望美国 当年迈克阿瑟在海水里 走了五大圈 拍了几张照片这个样台 到菲律宾帮着作战 不可能 在美国所谓印太战略驱使下 他要把周边这些 所谓盟友的力量调动起来 在冲突过程中 损失的是棋子 是盟友 美国不会有任何损失 美国在背后鼓动 为的是自己的战略利益 如果让地区形势紧张 美国进入 美国实现部署的优势 这是重点 非方现在可能神经错乱 自己之前狼狈的要死 美国人啥忙也没有帮 现在又提出重新来 那只会更狼狈 所以奉劝菲律宾 好好吸取教训 如果在仙宾礁 包括其他点位 进行类似的挑衅行动 我估计连进入戏湖的条件和机会 都不会存在 在仙宾礁大败而归后 菲律宾又升一级 想将中国告导联合国大会 而邻国马来西亚的一个举动 则说明 马尼拉从一开始就错了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菲律宾外交部 想在联合国大会发起决议 就所谓的 西菲律宾海问题谴责中国 菲律宾在仁爱礁和仙宾礁 先后大败而归 马尼拉依然心有不甘 因此还想在国际社会面前 煽风点火 众所周知的是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 并没有法律约束力 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宣誓 或指导性意见 因此菲律宾此举 无法改变南海现状 不过 如果菲律宾真的这样做了 很可能会得到 美国及部分盟友的支持 美国虽然不愿意 因为南海的某处岛礁 与中国发生正面对抗 但却非常希望看到自己的盟友 在国际多边场合 给中国制造麻烦 渲染中国威胁论 这可以让美国有更多借口 加大地区军事部署 同时整肃盟友队伍 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 其实菲律宾国内 早就有将中国告赏 联合国大会的想法 但马尼拉之所以犹犹豫豫 主要还是因为担心自己 偷鸡不成18米 先不说菲律宾 能不能争取到 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 马尼拉其实更担心的是 是否会因此遭到中国的反制 尽管南海问题持续升温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菲律宾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 尚未在经贸层面对马尼拉施加惩罚 以往的经验表明中方的反制措施还是有效的 澳大利亚曾经冲在反华前线 也因此遭遇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阿尔巴尼斯政府上任以后 澳大利亚有所收敛 随着对华关系的改善 澳大利亚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也回归正轨 菲律宾在挑衅中国的同时 也要仔细衡量一下潜在的成本 与此同时 同为南海声索国的马来西亚 却在积极拉近与中国的关系 9月19日起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义布拉星 对中国展开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 中马两国高层的互动不断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也多次表示 中马之间没有问题 南海问题不应有欲外势力插手介入 在处理南海主权争端时 马来西亚更倾向于安静外交 不愿将矛盾公开化 讽刺的是 日前菲律宾媒体还泄露了一份 中方发给马来西亚驻华使馆的 机密外交召会 也与南海问题有关 显然 这是想破坏中马之间的默契 挑拨中马关系 中马关系的平稳发展 实际上也说明 在南海问题上 马尼拉从一开始就选错了路 说到底 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一个本质区别就是 前者追求对外战略的独立自主 以及地区中立 而菲律宾虽然也经常谈论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但却始终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 一方面 非美安全同盟加剧了一些 菲律宾人的机会主义倾向 误以为可以借美国 搞对华战略竞争的机会 在南海问题上捞一把 另一方面 一旦遭遇中方的强势回击 菲律宾又开始担心 自己可能会成为中美竞争下的炮灰 这是造成菲律宾对外战略 进退失据的根本原因 其实就连菲律宾学者都忍不住感慨 菲律宾从来没有对外大战略 菲律宾激进的南海政策 不仅没能为自身的发展 创造更好的国际环境 反而增加了自身的战略风险 可谓得不偿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